大家好 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五月的多伦多生机勃勃 而各式各样的艺术活动都已经拉开了序幕 那么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维也纳艺术中心 也开始了他们经过春季的首届的维也纳艺术中心的特训营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大家去一起了解一下 有请到我们的嘉宾是张正国 张老师是维也纳艺术中心的主席 同时也是今天带着两位的特训营的独唱学员来到我们的节目 首先三位能不能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张正国 好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又是这个阵容非常的庞大 每次张老师都会带着自己的非常雄厚的一些资源 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一个 对于维也纳艺术中心的一个介绍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特训营 首先能不能请我们的张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艺术中心的特训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维也纳艺术中心有个合唱团 合唱团就是在四海同春的时候 我们演唱了一首叫挂红灯 当时反应比较强烈 参加的学员当时就130多人 为什么要搞一个特训营呢 就是这130多人嘛 有的是水平很高 有的水平是中等 还有一些初学 而且他的热情非常高 为了把这个合唱这个演唱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 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搞一个特殊训练 什么叫特殊训练呢 就是把特训营这些有的高水准的中等水平的 还有初学者分批分期 根据我们艺术中心和我们乐曲的要求进行培训 所以就成立了这么个特训营 那么特训营它的这个时间段 就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这个特训营会持续多长时间 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特训营是我们三月中旬开始成立 成立之后你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了 学员第一批就是我们招收了男高音三名 男中音三名 女高音六名 女中音六名 加在一起十八名学员 十八名学员 那么现在已经是毕业了吗 现在是经过十多次 它的训练 现在第一首曲目已经完成 第一首曲目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特训的第一首曲目 就是原创歌曲叫韩梅宋 那么怎么样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然后去提高这个自己的演唱水平呢 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我们的特训特在什么地方就是除了我要教授这些学员音乐知识 乐理知识 识唱恋耳演唱技巧发声之外 再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录音棚 这个录音棚是专业录音棚 这是我从国外从国内海运过来的刚装上 所以学员他除了演唱之外 他在录音棚中进行录制 音频录制 他可以一个音 一句唱词 每句每句的分皮训练 而且训练完之后 我可以提出 说每句词 你每个字唱得不好 是哪个字 哪个音唱得不准 通过音频 通过录制 就是演唱之后录制 录制修改 修改之后再演唱 再录制 再修改 明白 用这个方法提高演唱者和学员的演唱水平 那么听了您的介绍 是不是说进入到这个特训营的人 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要求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和要求 就是我们一百多人 我们经过考试 考试第一个要求 就是你有音准程度 节奏感好 懂得诗简谱 有一定的演唱基础 在中等以上 经过考试之后 才可以进入这个特训营 那么这个报名的方式呢 如果我想要参加考试 看自己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子 能不能进入到特训营 那么这个报名的方式 报名方式 就是你要经过 就是我们有条件 就是你试唱 试唱练耳 乐理基础 演唱水平 这个有一定的程度之后 经过我们面试 考试合国之后 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特训营 而且我们有名额限制 所以只收 女高音只收五六名 女中音只收六名 所以你如果能排到前六名 你可以进到特训营 如果没排到这个前六名 你就得等到第二期进入特训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特训营的竞争 还是很激烈的 所以在您身边的这个二位 也是通过这个层层的角逐 然后今天是坐到了这里 是不是 是的 对 好 那么已经是二位等很久 你想采访一下 这个二位都是这一次特训营的学员 首席的学员 优秀的学员 对 那么首先能不能请我左边的这个先生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同时来说一下 你参加这一次特训营的一个感受 好的 我叫李友 中文名字叫周乐昌 我工作时做汽车销售 这个唱歌是个业余爱好 自己非常的喜欢 但是究竟一首歌如何把它唱得更好 这个也是在非常有幸认识了张老师以后 参加了特训营 那么通过张老师刚才描述的这种办法 我们每一个张老师有个原创的歌曲 叫《韩梅宋》 我们一段一段的录 一段一段的录 录完了之后马上再回放 回放以后 你马上可以听到自己唱的这个声音 这样呢就是 在哪些方面 比如发音啊 咬字啊 然后节奏啊 音准 更进一步地说情感表达 那张老师是原创的作者 这里边有什么要求呢 他马上就是反馈给我们 明白明白 我们再马上再改进 改进再唱 再唱了以后 自己会感觉到啊 在哪里就会不同 那这样呢 把通过这样一段一段 把一首完整的歌 把它录下来以后 然后这样呢 就是自己的演唱水平 就会提高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当这个自己演唱的这个歌曲 然后这个完整的录下来之后 自己听完之后 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 对 自己都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就是自己 怎么能唱这么好 是吗 是吗 是 是这样的感觉 对 特别的有成就感 对 好 那么 因为它是在专家的指导下 每个 包括每一个字 如何发音在哪个位置 然后那个音准啊 启停啊 快慢啊 进一步的就是这段词 这段歌是要表达什么 明白明白 意思和这个歌曲的一个意境 张老师呢 都面对面的 就是一句一句的来辅导 也是收获颇多 收获非常大 收获非常大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个旁边的王燕 那么您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您参加完这一次训练营的一些感受 好的 我叫王燕 我喜欢唱歌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呢 一直就是觉得吧 不太容易把一首歌唱好 自从进了这个张老师的这个 特训营之后呢 就感觉到 哦 作为一个唱歌爱好者呢 找到了这个家的感觉 有这种家的感觉 还有呢 张老师吧 是一个就是很专业的 也是很有那个名望的 水平也很高的一个作曲家 然后呢 能够跟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作曲家 去学习唱歌 感觉就是 就是进步非常快 嗯 就是难以想象 比如说吧 张老师的这个歌曲哈 首先呢 他要让你理解他 这首歌的含义 歌词的含义 然后呢 你唱的时候吧 你还要理解他的意思 你才能唱出他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唱歌的时候呢 这个嗓音吧 有时唱呢 张老师说 哦 你这嗓音 太靠后了 然后呢 哦 就赶紧再往前靠一点 等等的 就这样呢 然后录 录音下来 这放 放说 哎呀 你看 这段你也听出来了 哪哪里不好吧 张老师一指点之后 重新唱这一句 然后再重新录 然后最后呢 一首歌来回反复的 录啊 修改啊 唱啊 就是张老师这指点啊 在张老师指点下呢 再唱再录 然后最后再放出来 听 哎呦 这是我唱的 不像专业演唱 是吧 所以说呢 通过这个两位学员的介绍啊 也是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张老师是全程陪伴在学员的身边的 那么也是下了非常多的一些心血和功夫 想问一下 就说这个特训营 现在的这个学员的感受啊 都是觉得他们进步非常的大 非常的快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 这个特训营今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打算 我想那个一个合唱团如果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高水平的话 我想就是第一批训练完之后 我准备就是进行第二批 第二批特训完之后进行第三批 这样逐次分批的特训之后 我想我这一百多人的合唱团 都逐渐达到较高水平 从演唱 从技巧 从音乐表现 从理解上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高水平的合唱团 在通过特训营的分批次的训练 它可以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那个水准 好 那么今天呢也是通过张老师呢 还有这个特训营学员的一些介绍呢 可以深深地感受到 对于喜欢的东西 真的是可以不遗余力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 各位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